1月2日,李亚鹏晒出与女儿李嫣登香山,造访大爵寺的照片。 李亚鹏感慨,今年和家人朋友去了大爵寺,香山登高,突然有一种感觉,在一座客居的城市里,除了生活和工作,对这座城的山水和寺庙也如此的熟悉,才会觉得自己真的成了这座城的人。 照片中,李亚鹏与女儿穿黑色羽绒服,李嫣小小年纪已有长腿,走在爸爸李亚鹏的前面,颇有妈妈王妃的风范。 而网友看到这组照片也纷纷评论到,亚鹏哥新年快乐,祝今年白尺干头更进一步,父女俩棒极了,新的一年顺心顺意,你儿真漂亮,爱你们。